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每个月的主题占卜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最近你的转职求职运好不好 最近身边的朋友 真的很多人为这个问题而苦恼 其实人到底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呢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六张牌卡 给大家来感受一下 也许你现在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 请电池机前面或者是荧幕前面的朋友 把我们深呼吸三次之后呢 静下心来再打开你的眼睛 看一下这六张牌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六张里面呢 你觉得你想到工作 想到变换 你会想选哪一张 然后就用直觉来选吧 大家选好了吗 好的 我相信你已经选好了 好的 我们来为大家揭晓一下呢 各位在最近 特别是七月份的 这个求职跟转职运如何吧 首先呢 第一张牌呢 是青金石 好 那么如果你是常看到一些什么这个 埃及法老的一些饰品 就发现青金石常常用啊 它可能有一种这个趋吉避凶的一个功能 也有一种让人比较解忧郁的功能 但是呢 如果你现在抽到青金石啊 它其实在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你必须要做个决定 停止抱怨 你必须做个决定 什么意思呢 通常你抽到这张牌代表说你可能处于一个 想离职又没有动作 或者是说在找工作又觉得不知道怎么下手 或者是说你已经在待业中 但是呢 好像卡在那边 其实张牌在告诉你啊 你可能呢 就差那一步 因为你不想承诺 因为你会觉得你做了一个决定之后 万一做错怎么办 万一付出代价怎么办 所以你会卡在那里 如果你抽到张牌 其实你要做的就是先做一个决定 其实不难哦 如果你担心有任何的后遗症 或者有什么不满意 你可以预先做一个方案 比方说 哎 这有个工作好像还可以 我要不要做做看 我的建议就是去做 那不满意 你也许给自己压一个月三个月就离职 这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决定没有那么困难 你是可以改变的好吗 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备案 是由你自己决定 可是呢 记得你一定要做出决定 即便你的决定是留在现状 那也是一个决定哦 不要以为没有做决定就不是决定 有的时候你留在现状就是一个决定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牌 紫水晶 其实呢如果你抽到这张牌的话呢 我会很好奇的问你 你是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抽牌呢 因为紫水晶呢它代表的是 跟着你的直觉走 所以我觉得你的内心 其实已经有答案 比方说你就想离职 你的直觉是对的 你就是想要换工作 你的直觉是对的 你就想要争取看能不能用这个轮调 你的直觉是对的 这张牌在告诉你 你不要用你的理性一直在分析 在跟别人比较 然后在思考太多麻烦的事情 其实就跟着你的直觉走 即便你现在觉得 我就是想休息啊 那也是一个直觉哦 通常呢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我觉得在七月底大概二十八号左右 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局面出现 如果你直觉一直没有办法做出决定 也许在七月底就是一个 可以相信自己的时候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张牌 欲 抽到欲的朋友啊 我觉得你在转职跟求职上面 你要有耐心 你是一块普遇好吗 我觉得呢 这张牌呢在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你要有个更大的格局 不要被等待 或者是说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说现状的一些情形 感到很焦虑 你要往上看 要看到一个更宽广的一个空间 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代表什么呢 第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转职或求职 不要跟别人比较 好 常常别人会说 你那个工作你也要 或是谁谁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太多杂音 你要相信自己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呢 你可能要用你的 比较理性的层面来看待很多事情 好 你现在做的决定未必是错的 只是它可能要比较慢发酵 好 那么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 按照你的步调来做事就可以了 不需要着急 因为你是一块玉嘛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的价值 当然你要展现你的价值 可是呢如果你最近有一些机会啊 我会建议你 也许可以在22号之前 做一个短期暂时的决定 比方说你就是要去试试看 或是你觉得你现在可能怎么样啊 有一个新的暂时的应变计划也可以 或者是要做转变 我觉得也许你可以去思考看看 但是不代表你一定要去做决定 因为我觉得这张牌就告诉你 你是可以等待的 你是可以找一个适合的喜欢的工作 不需要着急的 再来看一下第四张牌 马脑 这张牌我觉得感受到 七月份有一个活力出来咯 我觉得你可能有一些新的动作了 特别是在23号以后 那这张牌其实在告诉你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找到工作 或转职成功 基本上你不管做哪一件事情 你要发挥你的创造力啊 你如果在现在工作你想转职 通常代表你可能就日复一日 觉得很很无力 然后每天都是一样的事情很无聊 所以你想转职 可是这张牌在告诉你 即便是一样的事情 你每天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态度 或学点新方式来调整做法 你要发挥你内在的创造力 这个创造力才是带动你 找到新机会的可能哦 那么如果在面试 你也一样要展现自己的活力 不要死气沉沉 或者是说你在未来 开始真的求职到了一个新的工作 你要试试看 是不是有一些不同于往常的做法 可能带来更好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你激发自己的 想象的一个创意的时候了 所以恭喜你这个月 是有好的机会哦 第五张牌叫做月光石 好 月光石呢它就像月亮一样的能量 所以其实在这个月 刚好是七月又是巨蟹做的月份 所以你抽到张牌 我觉得是一个好运的祝福 好月亮也代表每天的心情是很多变的 那么如果呢你抽到张牌的朋友啊 我觉得第一方面 他在祝福你这个月容易转职 或者是这个就业有成功的机会 第二个呢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成功 这张牌在告诉你 你必须从每天的生活当中 找到你工作的意义 你要自己赋予给它 好因为呢这张牌在告诉你 你必须活出你真正的目的 活出你内心的感觉 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 你每天做的事都很有意义的 你只有这样子 给自己的工作赋予一个意义 那么你才能够 在不同的工作切换当中 保持一个平常心 因为对你来讲 其实工作是个表象 重点是它是在反映你内心 你对生活的追求你知道吗 所以张牌我觉得 它也是在祝福你这个月 有不错的机会哦 最后一张牌 虎眼识 这张牌如果你抽到的朋友呢 我感受到你内心的恐惧 这张牌就要告诉你 你要克服恐惧 你恐惧什么呢 你怕被裁员吗 你怕被减薪吗 你怕去面试被打回票吗 你怕可能自己换的工作不适应吗 对 你的担心可能是合理的 但是这张牌在鼓励你 不要担心 即便你有想过这些念头 现在呢你必须要强壮起来 像虎眼一样老虎看着这个你的目标 老虎难道追这个敌人 或是捕猎物的时候不怕吗 它也是怕的 可是呢 当你有一种很明确的专注感的时候啊 你这个内在跟外在的那个力量啊 就会出来了你知道吗 你就觉得我要把它完成 所以其实这张牌它在强调的就是说 你要克服自己的担忧 先做了再说 也许会被拒绝 可是你怎么知道被拒绝之后 你不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比方说这个面试你有新的经验 或是说在谈完之后你觉得 原来你并没有那么想去那家公司 即便你谈成了你都可以不用去你知道吗 那另外呢 张牌也在提醒大家 如果你现在是待业中 也许呢在7月12号之后 呃我觉得在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 所以不要害羞去求助于你的亲朋好友 或请他们帮忙是可以的 特别是自己人好不好 你要跟他们做一些沟通 所以张牌的告诉你就是 不要被你的恐惧所局限 你要去试着做一些事情 因为每一件事情 它可能会带来新的资源跟状况哦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月的新运占卜 希望呢对大家都能够有帮助 也祝福大家在新的月份里面 求职转职成功 同时也能够真正迈向自己新的心灵的生活 我是苏菲亚我们下个月再见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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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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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